字幕提供 歡迎大家收看《日日好生活》 我是節目主持人胡逆軒 相信有留意了開節目的朋友都會知道 現在我們的天氣開始乾燥 甚至乎很多女生都會很注重皮膚的護理 原來清洗方面都要很注重 女生來說是注重嬰 但男生都好意好注重 好像我探靈這些 今次的節目中我請到兩位 來自萬順香港亞洲日行公司的Karen和Lillian 跟我們講解一下 兩位你們好 大家好 我想問一下 譬如我們男生來說 先不要說男生 女士們都很喜歡 扮靚靚 通常扮靚靚化妝 有時都會覺得 在清洗方面都會覺得 為何有時落極妝 都好像落得不太乾淨 其實市面上有些 有些產品都可以輔助到我們 自己就可以清洗我們的皮膚 但始終有些可能都會有些參雌的產品 都會覺得總是洗得不乾淨 例如有些洗臉的海綿 我就知道這次你們兩位有些好東西要介紹給大家 對不對 好像這次我們說的海綿 跟坊間的外面買到的海綿 其實有些甚麼分別 其實一般的分別 就是我們這個海綿 是100%天然的 除了天然之外 就是它會保護環境 因為它會自然分解 還有普通的海綿 就是表面的組織比較粗糙 其實這麼粗糙 每天你在擦皮膚的時候 其實是在損壞皮膚之外 原來是這樣的 對 而且你的毛孔 它不能深入的毛孔 幫助你深層清潔 所以變成我們這個海綿 會幫助你深層清潔之外 除了清潔 還有護膚的作用 普通的海綿是不會有護膚的作用 其實普通的海綿是用甚麼物料去組成的 基本上是一些塑膠 組織 例如一些PVA EVA PU的材料 這些其實是一些化學的物品 化學的 其實這些物質是不會分解的 不會分解之餘 它對皮膚是有害的 所以基本上你每天用它 其實每天都在傷害你的皮膚 即是長時間使用到 會令到我們的皮膚不但有受損 沒有甚麼益處 這次你們兩位帶了很多圖案的海綿 給大家去認識 去介紹一下 其實這隻海綿有甚麼特別之處 其實它們是用甚麼物料去做的 我們這個物料是叫做舉藥 舉藥 其實舉藥是甚麼來的 很多朋友都會想知道 以前就吃就吃得多了 其實舉藥是一種甚麼植物來的 其實舉藥是一種芋頭科的植物來的 是 生長於一千五百米的高山上 是 它每年只可以收割一次 是 在很久以前 因為舉藥這個植物是很容易變壞的 所以它們在想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到它長時間可以食用它 甚至可以運用到這個植物最好的地方 所以它們想了一個方法就是 將它磨成粉狀 磨成粉狀之後就方便它們 易於保存 那麼它們一年四個月都可以 用得到這個產品 其實舉藥的應用通常是有 最初最先開頭的是 哪個國家開始使用這種植物開始先的 其實最先應該是由印度 印尼那邊有的 然後後來就在中國 中國就很久以前在傳佛教思想的時候 就傳了去日本 然後在日本的時候就把這個舉藥 就發揚光大 就有一個舉藥的食慮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 再傳過來中國才知道 原來舉藥的好處是有那麼多 所以就將這個更加利用到它的好處 就全部就是食物 無論食物 例如減肥產品 都會用到這個物料 是的 其實吃得多舉藥有什麼逆詞 可以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其實吃得多舉藥的話 因為它本身是有一種吸水力比較強 而且它吃了它的蒲乾醉糖 如果你吃了肚子甚至乎你塗上皮膚的時候 它會有一種塑膠的保護網 其實它那個不是塑膠 是它本身是天然的保濕因子 是有一個保護網在保護 好像你吃了肚子 在腸胃上有一個保護網 當你吃到油膩的東西 它就幫你排便 原來這麼好的 如果你在皮膚上用到的話 它的保護網就會在皮膚上 好像鋪了一陣磅膜 就幫你鎖水 令到它有一個保濕的效果 真的非常好 所以用到舉藥這件事 就應用到這個海綿上 其實我們用到這個海綿上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覺得 咦 我們看到市面上 那個海綿跟這個形狀上 都好像有一點分別 但為什麼會做到這麼別致呢 因為我們這個舉藥的海綿 無論由寶寶仔到80歲的老人家 都可以用 變成我們針對不同人的需要 比如寶寶仔喜歡可愛一點的 你知道家長也希望有趣的圖案 給小朋友一起玩 大人的可能不太講究 例如老人家是比較大人的 就說我洗澡也可以用 他會喜歡一些大舊的 所以針對不同人的需要 以造出不同的形狀 其實現在這隻舉藥海綿 是因應大家焗嚇於臉部用 還是身體都會使用到 洗澡也可以 其實全身都可以用 全身都可以用 適合很多朋友 例如冬天的時候都是乾燥 還有你剛才說的那股薄薄薄 就可以有補水的功效 還有用一些滋潤一點的東西 一起去使用的時候就非常之好 但除了用這個舉藥海綿的時候 有些朋友都說 平時我用洗面膏、洗面奶去清潔臉 其實會不會加上效用會特別好一點 還是我們要分開步驟去做 其實加上效果會更加好 是 因為你用洗面奶的時候 是普通的清潔 因為你用洗面奶是不會用任何東西的 可能只用手幫助按摩 變成深入不到毛孔裡面 但這個海綿的密度很高 讓它可以深入你的毛孔 做一個深層清潔的效果裡面 所以就會變成你用洗面奶的同時 就更加加強了它的清潔 嗯 非常之好 這次兩位就帶了一些海綿上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很多不同的形狀 甚至乎原來包裝上有很別致的一個特別的包裝 不如由我這邊開始說起 好不好 好像這個 我相信大家很喜歡 尤其是女生 深深的這個形狀 但我就想問一問 為何這麼有趣 平時我們買的海綿通常都是比較乾身一些 就是簡直是沒有水的 但為何你們公司的包裝 這隻的產品為何會好像 咦 有水在裡面 因應客戶的需要 正常來說我們會這樣推出市面 如果是這樣推出市面時 客戶就會覺得 哎呦 硬怪怪的 是甚麼來的 都很漂亮的 因應這個問題 我們就會推出這樣的包裝 其實分別就是說 一個是乾包裝 一個是濕包裝 濕包裝就是方便 以於你隨身 你一買完之後回去 即是可以剪了之後 沖的水即是溶得 那這個乾包裝 你就可能要花一點時間了 回去的時候 就要撕開膠袋 蒸一浸 大概第一次溶 這樣就鎮兩三分鐘左右 讓它切絲底大地 沖後就可以溶得了 這不是很久時間 不是很久的 很簡單的 其實用途就一模一樣 沒有分別 只是在包裝上的分別 但我看到有不同的顏色 會不會有不同的功效 是的 因為 如果是純白色的那些 我們就叫做 菊葉本身是天然的成分 這一些有顏色的 譬如說綠茶 綠茶 對 裡面添加了綠茶的成分 在裡面 綠茶大家都知道 起到什麼作用 就是抗氧化 女士是否要抗氧化 補青春 是吧 一樣這樣 還有就是 譬如說這個竹炭 好像男士一樣 竹炭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男士可能皮膚的油脂分泌過性 一天在街上 可能皮膚比較髒 那麼晚上這塊東西 就可以幫你每次抵抵 切走所有的髒 保持皮膚的乾淨 又可以控油 是的 就可以控油 當然當你晚上用這塊之後 可以再附上白色 可以看到一個相負的作用 就是可以幫你紓潤皮膚 滋潤皮膚 即是每一樣的 我們都會有一個步驟 慢慢去一個步驟 大家都會知道 都會因應每一個步驟去做 我想問一下 黃色這個又是什麼功效呢 黃色這一塊 譬如說這一塊 我們就加了黃土 黃土 黃土 有什麼幫助呢 黃土就是一個 如果中藥來說 它是其中一個 一味的中藥 黃土就是要入土三斜 以下的黃土 才可以取用 這樣嗎 沒錯 這個黃土就是中藥的一種 是清熱解毒的 清熱解毒 黃土最好的地方 就應該是出生西 生西的黃土 我們加進去 就可以令皮膚清熱解毒 為什麼皮膚清熱解毒呢 因為很多年輕人 皮膚出一些熱肥 或者出一些暗瘡 那些什麼 所謂解毒就是解毒 在日本就 洗臉了 是啊 在日本就很流行 所以有一個不同 好像是你自己皮膚的需要 嗯 大家都知道 原來有這麼多種功效的話 都會恩敬自己的選擇 都會選擇一個 適合自己的舉藥海綿 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日日好生活 就知道了 鼓動式按摩節奏 舒緩肩頸肌肉 一邊聽歌 一邊享受按摩 音樂魔力重新感受 OSIM 聲聲帶 要借著甲船 就要用真正無甲船的傢俬 Cubis 令甲船智慧家具可自由組合 快點登入這個網址看真點吧 吃藥吃到灰 縱西醫藥搞五點 天然療法是你唯一希望 Amax 安利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為你提供最合適的家居防火設備 傳統竹麵 懷舊點心 米芝蓮升級食苦 正豆竹麵專家 除菌 防媒 辟味 一枝備長炭 淨化家居沒有困難 全港唯一備長炭專門店 炭資源 全港首創 積湯油水燒龍蝦 特價38元 還有備製五色生蠔 和過百款燒烤入你選 想嘗試怎樣把川式燒烤 融入港式風味 那就快點來佐敦的龍蝦蕭試一下 訂座電話2780-0088 回到家就當然想有個安樂窩了 我們會用不同的角度 為你打造一個寫意空間 令你夢想成真 還會帶你一家大小 由室內玩到室外 增盡親子感情 樂也融融 我們的家 盡在家庭樂愛居 BB出生了 迎接小生命的來臨 要怎樣做一個健康的人媽媽呢 BB出生之後 又要怎樣照顧身邊的小朋友呢 和你分享護理媽媽的方法 和告訴你寶寶成長的心得 好月子陪月有限公司特約 月子好寶寶 是一個全方位共融的親子節目 和大家共聚溫馨時刻 去年輕人理想 去年輕人理想 作詞維中 去年輕人理想 和大家合作很久 參加一個大家有支持的 和大家一起參加 這個主題的作品 要能夠休息 下面就是Karen和Lillian 兩位你們好 剛才跟大家介紹了舉藥的海綿 原來功效上有這麼多種款式 但大家也很心急 最初開頭拿上手的時候 就會覺得好像可以吃的米餅 或者可能我們平時說 好像我們在坊間可以吃到那些脆脆的 那些可以吃的零食 其實大家都很好奇 其實浸開後它的變化是怎樣的 不如我們今次也有個示範 我們不如示範一下 其實我們放大後 浸了水後會變成怎樣 好 很簡單 好像平時早上起床洗臉 或是平時洗臉 首先把這個很光 看起來好像很光光光的 放在水中 第一次大概給點耐性 洗兩三分鐘 就像陳小姐那樣 如果想快的就這樣掌握它 令它更快的軟熟 舒服 就好用了 變形了 開始看不見了 已經開始看到它透明了 透明了 你可以摸一摸試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已經變成不同的形狀 已經很軟熟了 但還沒浸透 這個還沒浸透 還可以浸多一會兒 再浸多一會兒 大家也會知道 看著它的變化 慢慢看到它浸透的時候 就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想問一下 其實這隻菊藥海綿 通常有什麼形狀 是受歡迎的 如果目前為止 就在這個形狀 就是你手持的形狀 這個嗎 半圓形 在日本就很流行 為什麼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張波波的位置 你一會兒就會看得到 做完之後出來 張波波的位置 就很軟熟 彈一下彈一下 怎樣呢 人們就喜歡用這個位置 這樣就用自己的皮膚按摩 按摩磨擦自己的皮膚 這些煎煎的位置 你可以洗這些位置 清潔這些位置 各避液位 對 避液位 就是方便使用 而且握手感覺也很舒服 這個形狀看起來就很普通 但最多人喜歡的就是這個形狀 是嗎 是的 就算現在在日本 台灣 香港也好 市場最多的就是這個形狀 但是這些形狀大一點 是否用來洗澡會比較多 對 我們就說這個幾個海綿 就是由寶寶到老人家 不分男女都可以用的 是 那麼小塊的呢 就 prefer 洗臉 小塊一點 那麼大塊的 洗臉的 好像很大塊的 都沒有所謂的 其實你喜歡的話 但如果這樣大塊 我們就 prefer 洗澡 是 方便一點 這一塊你看到它是否很像 硬碎碎 是 小塊 是 做完之後 就像我們陳水爺一樣 做完之後就有這麼大塊 哦 大家可以看看 大家可以看看 最初的時候就變成這樣了 很大塊的 那你洗澡的時候 是否很舒服 是的 對 你這樣洗澡 是否很舒服 就是很方便的 就是這樣解釋 大塊的下去洗澡 小塊的洗臉 就是這樣分別的 哦 好啦 我們看到 這塊已經可以浸透了 這塊都可以試了 兩塊都可以試了 兩塊都可以浸透了 由於我們聊天的時間 時間關於 兩三分鐘就已經可以了 那使用的時候 我們應該可以怎樣使用 那我就做一個 拿你的手來試 拿來做模特兒 是 這樣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感覺到 就是 陳小姐這樣 Keron幫你洗 不論它大力一點 Keron 不論它多大力也好 你是感覺不到 它有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是磨擦你的皮膚 是不是 都是很舒服的 是舒服的 那為什麼我們說 這塊是寶寶洗 可以的 又不行的呢 就是因為它完全不會刺激皮膚 不刺得坊間那些海綿的話 你大力的話 就一定會磨損你的皮膚 或者是磨擦 起到起紅點 或者什麼 或者是發現皮膚質素 是起到紅色的 就是紅斑 但是它這個 你剛才感覺一下它 好滑 大家可以有個對比 這個 小冰師哥哥 可以給我看看 這隻就是剛剛 Keron幫我去洗乾淨的 這隻手的顏色 還有我的左手 是不要洗過的 大家不要靠我粒粒 粒粒是我的標誌 大家可以看到 明顯的對比 真的看到 我這隻手是白很多的 而且那種感覺 剛才Keron幫我去洗乾淨的時候 不停地 都會有一點點力的 她幫我搓的時候 反而搓完之後 我會覺得 我更加滑了 就是那種感覺 就好像 我用了一些東西去按摩 就是好像 剛才有Lillian說的 就是好像我們之前 以前在外面 用的海綿 或者可能我們平時 會習慣用一些 香港人習慣用一些 那些絲瓜狼 就是經常用來擦身 去搓皮膚的絲瓜狼的時候 雖然我的價錢 會比較便宜 很參差 有時候 但原來用到那種感覺 就是很不舒服的 是很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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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清潔的海綿去洗 但發覺原來越洗就越厲害 沒錯 你會幫你的皮膚 就越洗 它就不會越洗 你只可以做一個清潔度 是 你清潔完之後 你會發現皮膚 可能就覺得 很諧殺 或者會傷害到 但是你用這個 用這個海綿洗完之後 你就會發現它 在幫你清潔的同時 就保護皮膚 我真的覺得很滑 是不是很滑 你會覺得表面上有抹布 有抹布的 對 我好像覺得 我自己塗了東西在手上 我覺得很舒服 這個就是本身 矩藥的成分 叫做曝光醉糖的成分 是 它本身有一個 保濕美白的作用 所以你會看到 很明顯地 你的手兩隻手 是不一樣的 就是這個分別了 我想不想貪心 你會再試一下這個 我想再試一下這個 我想再試一下 因為那種感覺 Cavin幫我塗完之後 我真的感覺到 好像塗了一層東西在手上 是真的滑了很多 我可以試一下這個 對 那種感覺 是很特別 很特別 是很舒服的 而且你不會蠻蠻緊的感覺 是很舒服的 就算我現在很大力地去塗 也不會覺得痛 但如果你用絲瓜狼的 你會覺得很痛 所以有可能會弄損你的皮膚 對 這個我 也有聽過一些研究 是真的會弄損 還有大家 我先等一些水乾了 其實是水來的 我完全感覺到好像 大家 很明顯 剛才是沒有那麼白的 我本身個人也很白的 大家都看得出的 我出名白就一定的 但真的那個對比 是可以這麼大的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我的手已經是 擦完 這裡是剛剛再擦完的 是不是反光線 大家不要再歧視我白皮膚 但本身擦完之後 我的感覺真的白了很多 不過這樣 我是想問一下 譬如我真的去清潔完我的皮膚之後 其實很多朋友就會問 這個保養方面 我們怎樣去弄乾它 甚至乎有時候 很多朋友都會想問一個問題 始終是水的東西 會不會起毛毛 去髮毛 在這個保養方面 我們應該要怎樣去注意 保養很簡單 就像這樣 用了洗乾淨了 只要渣乾它 或者用清水沖乾淨 用清水沖乾淨 掛在通風處就可以了 可以自然涼乾它 突然早上起床 再塞水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再扭它 不可以扭它 跟毛巾的分別 其實代替毛巾的用途 毛巾的分別就是 清潔完之後 你扭乾它 這個東西就不免費扭乾它 掛乾它 掛乾它 掛乾它就可以了 就是這麼簡單 通風處就可以了 更加好的就是 如果近來一點的話 就把這東西 放在保鮮袋 放進雪櫃 它的背面就更加長 這樣嗎 尤其是夏天 我說你凍冰冰的 拿出來洗 就更加舒服了 兩個保存方法都可以 兩個保存方法都可以 我們男生當然喜歡凍冰冰的東西 會比較漂亮 接著可以幫你收縮毛巾 對呀 這個真的非常好 這個建議真的非常不錯 但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譬如說有些朋友仔 就是剛才我們就 聽到兩位介紹 這一隻的巨肉海綿 有這麼多的好處 但是呢 剛才裡面每一種的成份 都有各一的一個好處 其實會不會說 有些客人可能都會 有一些特別的問題 就是面部的問題 其實會不會說 怎樣去因應客人的需求 去幫他們選擇不同的巨肉海綿 OK 那好像剛才都介紹過 那不同的皮膚 想加強後果的話 譬如說難事 我所說的 要用上竹炭的 幫你徹底清潔 同樣的 暗瘡皮膚 還有這個 松花粉 譬如說我們都可以 發現到消炎的作用很好 消炎的作用 可以幫你舒緩 你的皮膚的不適 紅色 都可以幫你做的 好似說 主持你這麼英俊 謝謝 謝謝 不需要特別 我看你皮膚沒有特別 是男士 正常來說 男士 我們都會覺得 皮膚的油脂分別 比較旺盛 就可以養上竹炭 竹炭 晚上洗 洗乾淨之後 加多一個白色 幫你擦一擦更好 是 之後起床 就不需要了 之後起床 只要用上竹炭 就像這個 這樣洗完棉 用它 這樣洗完棉 擦乾它 用它這樣 幫你吸乾水分 就可以出門了 不需要再用毛巾 再印乾它 或者譬如說 如果有茶 譬如說男士也好 男士就未必 每個人都會用護膚品 是 類似的話 吸乾它之後 即時擦護膚品 就更加容易吸收 因為本身皮膚 還在保濕的狀態之下 就更加容易吸收 你本身的護膚品 OK 真的好 對 基本上 我們所有的產品 有添加的 就似乎你下的需要 我想再美白一點 可以選擇珍珠粉成分 就更加美白 就譬如說 我想 保持皮膚的彈性 可以用膠原蛋白 哇 那膠原蛋白 你用完之後 即時可以感覺到皮膚 即時會彈起來 是 這是我個人經驗 即時可以感覺到皮膚 很有彈力 很有什麼 好像你自己喜歡 我們也有很多選擇 明白了 今次的節目中 我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甚至乎還可以扮靚靚靚 真的 其實我們每天都可以過著好的生活 今次的節目非常開心 想一致多謝兩位 Karen和Lillian 跟我們講解了這麼多 關於現在的菊藥海綿的效用 甚至乎原來用完之後 可以令皮膚好一點 大家記得 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記得我們以下這個網址 wdstroke castedixon 區 아니� planet MARTIN Bobby 郭 加 拔 剛